凭借去年第一季制造的好口碑与高手势 黄拉松第二季自播出之后 就再次成为全民观看和讨论的热门季 第二季里 关娟儿在取消消道好心扮坏事的情况下 让他和系统闹饭 没能走到一起 爱情的事业已经足够打击他的了 想不到海英文安提的关系 丢掉了大好前途 这种爱情事业双双受到挫折的境地 对于乖乖女关娟儿而言 的确太过悲催 甚至太过残酷 据微博网友透露 欢乐送送沈样片的另一版结局是 最后的画面是吴美在一起吃火锅 互诉衷肠 应该还有第三届 感觉故事还没完 我来说下吧 安迪也没有怀孕 最后和薄亦凡在一起 小明也变得跟整常人无异 能有自己的朋友在讲边画画 娶小小的爸妈经过赵启平的劝说 没有离婚 俩人铁蜜幸福 王百川和樊少美倒是分手了 原因还是房产生没有写小美名字 樊大哥找到了小美 说是要起诉 最后撤了 小美也没有和陈家康在一起 冠军2和谢童开放式结局 至于应勤和小秋银 俩人明年结婚